当时我有176号 就穿160多件那时候 从这样变成这样 我就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瘦的 就是 那你们就画出对方心中喜欢女生的样子 发现你俩画的一模一样 不过应该喜欢那种温柔的吧 这么炸毛叫温柔 所以要掉粉了 321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偶像的万岁 我是主持人李嘉宁子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非常的特别 从这个颜值上来说啊 他们呢是不可复制 无二无三的小鲜肉 那如果是从文化气息来说呢 我觉得他们真是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身上写着立志两个字 不管是在学霸学神 还是在学渣学作的心中 他们都是大文豪 该来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 好了 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北大最帅双胞胎 还有青年作家 怨子文豪 兄弟 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双胞胎的最后怨子的 帮我大家好好学 学霸汉的地理之后 北大最帅双胞胎 怨子文怨子豪 曾经是一百七只金的小胖堆 高中时经过不懈努力 嘴重双双考入北京大学 哥哥时而戴蒙 时而腹黑 弟弟时而搞怪 时而激烫 所以呢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 偶像万万岁之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学霸男神和女神 学霸男神当然是你们了 对吧 女神呢 女神今天没有来吗 对啊 今天我们就没有请女神 所以就只有一个女神经在 你们是要还是不要呢 不要啊 好怪啊 那今天的节目呢 当然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再见 再打女神经 哎 你俩是干嘛呢 对 我们是要来见女神的呀 不是 好 好的 不跟你漂亮笑了 首先我们快速的进行到 八卦吐槽模式好不好 大家放开一点 就是我们两个人吐槽我你 不是我来吐槽 不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是你们俩互相吐槽 啊 我们俩互相 对 哥哥你最好了 我先问一下 怨子豪作为弟弟来说 你最不喜欢 最不喜欢他的那个怪癖是什么 没有 迟到 迟到 他喜欢迟到吗 不喜欢啊 其实迟到 迟到是谁啊 为什么要喜欢他 15分钟之内 没有 我要开始摆放了 15分钟之内 如果不算迟到的话 他的表现是凉 怪不得我上次等你8小时 8个小时 从早等到晚 好短 他等我9个小时 真的 他除了迟到还有什么怪癖 还有的话 就是 他喜欢自拍 对 而且他照相应应该就是 这样一个表情 你记得上次我们拍照 然后拍了100张 他选了一张吗 不行 你知道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会不会觉得 拍100张 选一张 哎 然后还有五指镜的拍 因为我见过最爱拍照的人 真的比我还爱自拍 这些人 干嘛你们今天 你们两人 这两人 违攻我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微博 大家是这样评论的 就是我只要一发照片 一发自拍 然后大家就都说 哎 谁给你的勇气发自拍 或者是要看你的自拍 快去叫我老公 然后所以他们管他叫老公 管我叫小叔子 然后他们说我是我妈妈开 i-fi剩下来的 什么开 那个 随机模式 对 冲画会送的 然后说关注我的微博 是为了顺带看哥哥的痘 对 所以有什么事情 只要是我普通发一条 大家都会过来 这个黑我两下 但是哥哥只要随便打 就哇老公你好帅 你觉得不用吐槽他了 他自己已经把这个槽点 全部都展现出来 就是全身的槽点 全身的就轮到我吐槽哥哥 对 你可以吐槽哥哥 哥哥吧 他是一个这样这样 就有好多槽点的人 我们一条一条组 好好好 来来 我特别喜欢 不是他是一个就是 霸道狂 或者强迫症 他自己跟他家里 收着家务多累 我就说我去帮他 他不要 然后我说那我去给你买饭 送到家里 他说不 我说那你会很饿的 他就不回我了 再问他最后一遍 我说真的不需要我吗 他就直接说不 对 我觉得这好像有点 你做多情的感觉 但是他很烦 这个人都不懂得珍惜 身上都不追求 所以两个 就是关爱对方的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简单明了 霸道的 一个是就细心体贴 然后 黏着人家的 你看毕竟当哥哥嘛 还挺有哥哥法 你觉得有时候我自己没有零花钱 我哥会给我 然后你也要适当的听他一些话 你俩现在有自己有在挣钱了 你谁在管钱呢 是哥哥吗 管钱是他管 花钱是我在花 今天我们主题是学霸嘛 两个人成绩真的都非常好 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北大最帅的双方太胜利了 这有很多的力智识 你们俩到底谁的成绩更好 谁更霸一些 人家地理谈的更好 什么 你们所有人都没看出来 2012年两人烤入北大 也是赢着实打实的高分 一个674一个680在 不过帅气的外表并不是天生的 以前的他俩是这样的 还是这一样的 两个170星的小胖子 神童不闻女席男神 我们都想知道这是众魔做到的 真的是说胖子都是潜力骨 然后都是被遗弃的天使 很明显你们现在是已经发展成天使了 从这样变成这样 两个 就是他那时候确实特别的胖 当时我有176最胖的 对啊 好胖啊他那时候 你也有160 我猜160多斤那时候 那你才比较快 比他轻10斤了 10斤 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瘦的 就是高中练书特别苦 我们夏天的时候 5点只是会站在马路上背书 然后晚上就是居亚铃 然后去做运动 或者是就困在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喝咖啡 干吃那个咖啡粉 就会能延长睡眠时间嘛 课间10分钟会拆成三部分 一分钟跑三楼图书馆 然后8分钟学习 再一分钟跑下来 就这种 就很疯狂 对啊就每天都在学习 然后我吃饭一般在食堂 我不去点那种菜 因为那种需要开始把你盛 然后我一般就点那种盛考了 只要一边吃一边看书 然后吃完饭一边走路一边看书 所以说你们就是累瘦的 高考完整 120米最瘦的 所以说男神到底是怎么样炼成的 背后有多少的辛酸 快快的肉都炸成炸成这样了 是吧 那你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久 男神了 我刚说了你节目的主题 还有女神精的板块 所以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女神精保温时间 那个灯光好吗 这两天OK啊 好OK来继续 可以问我问题吧 女神保温时间到 你平时吃几两碗 一碗饭 你的其中是多少 很轻 那你平时都觉得洗字头发 两天 你都问了什么问题啊 你作为女神或者女神精 你还更喜欢哥哥 还更喜欢弟弟 你不认识 那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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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不认识 我们现在呢 就继续到下一个环境 为什么 说少你都是我 就顺理成长 就到下一个环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狮子座嘛 因为网上有很多关于 狮子座的吐槽 我们有编导整理出来了 然后整理出来给我看的时候 我说天哪 全重哎 调调状 对啊 一起来看一下 这样子 在外面受别人的气 回来一天 那现在我直接改成 弟弟的身上 是吗 哥哥 那倒是没有 我一般不会把气发到弟弟身上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闷的人 我生气的话会虐自己 不会虐别别人 你呢 就是我觉得狮子座就这样 在外面可能有一些不开心 然后回来就会自己想很多 然后会剥离心 然后自己就越想越 对自己不满意 或者怎么样 还有千万别在狮子座面前 说他的缺点 否则呢 都会莫名其妙地 变成蝴蝶飞斗了 你们会建议别人说 你们的缺点吗 那应该会把他扔走嘛 狮子座是一个 很在乎我自己的面子 而且很自信的人 对 你们有互相 就说对方的缺点吗 有啊 他也会经常吐槽 那你会变成蝴蝶飞斗吗 我不会 我会让他说那些话 比蝴蝶飞走 追狮子 必须制造出 好多人追你的错觉 没有哎 我真的没有好多人追我的感觉 这个问题还让我哥哥 他说错觉 他说错觉 错觉 不不不不 很多人追着你要哥哥的电话 是吧 我的要求真的不高了 只希望你能够给我跪下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因为一件事情 意见不同意 然后会吵架嘛 那我的要求就不高 就我可以顺从你的想法 但是你要跪下 然后 澄清以为自己萌萌的 这种事情只有你们才干得出来 一副本王于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表情 就是后面倒没有 在萌萌萌那里应该是有 那你萌一个啊 来 萌一个 对 我们先萌萌 3 2 1 萌 哥哥在哭 你在笑 你什么鬼 你哭的那个 你们俩怎么哭啊 就是你有一个嘴在哭 让他们给你带着小花 就是说哥哥你说我不萌 其实说到底还是 许子座就是这么自信 我相信 没有开玩笑 许子座就是相处方式是这样的 对 那其实你们现在也忙起来了嘛 有创业的创业啦 然后写书啦 其实现在就很多的朋友啊 就同龄人 他们也说就是时间分不开 不知道怎么分给工作和学习 就实践和书本上的东西 你给大家支支招呗 就是我觉得 要我学会把自己的时间分开嘛 就比如那些可能很浪费时间 一些杂事 或者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或者这些事情就是很 比如打扫房间这种事情 就是真的挺浪费的 一脚也割就做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你该有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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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哥哥 前面说的一连正经 后面看着胡说八道 我觉得我大一刚上来的那个半月期 一直在做很多的 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就有时候我会做很多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收获的事情 所以可能我觉得 时间上大家每年都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只不过是你 不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市场就好 就是成功的去管理自己的时间 那有人也会说 觉得你们越来越像艺人了 对于这样的评价 你怎么看 你觉得自己是艺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啊 我觉得我就是 还是那个就是 可爱的弟弟 哥哥 救命啊 你把你弟弟领回家的话 这脑已经忍不住了 还是要关机了嘛 这个机缘多少关掉 要帮女性粉丝朋友来问一下 你们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嗯 应该还没有 还没有 对 你呢 我现在还没有 就是现在还可以把我仅有了 这个二十岁出头一点好的时光 能够尽量的风险给我割一下 哎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就是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啊 嗯 有 像我们出去签书的话 然后他会跟你说比如说什么 嗯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再熬夜了 答应我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一天能不能早睡 就是这种 就感觉他问题 就是他要 他不是在关于要很多你的东西 然后他 他会给我关怀 就是我也会遇到这样的 就是签书的时候 有人嘱咐他不要熬夜 然后也有人这样跟我说 你签书不要熬夜了 然后你要都市学果怎么样 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个说 还有你不要再给你弟弟弟话 讲了自己话就好 就他们把我认识了 当成的哥哥 我前面很感到你 好伤心 既然你们互相这么了解 我们就还是来做一个小测试 那叫做画出我哥哥或弟弟心中喜欢的女生 那你们就画出对方心中喜欢女生的样子 然后再互相来说 看有没有默契 好 好 好好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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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意思是哥哥应该喜欢那种温柔的吧 所以我画了很长的卷发 这么炸毛叫温柔 就是我画的有问题 但是想表达的是长发、卷发 比较看起来温柔 就觉得挺干净很简单 他画的还蛮好的 打多少分 打80分 弟弟给哥哥的那个 这个简笔画 这个小学我二年级的水病了 手比较笨 没有 所以说其实你们还是有默契度的 对 还算比较满意 他还算比较了解我吧 还看面子 你这很难得 因为就是在现有的光环之下 你其实内心还是很坚定的 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一条路 没有 就是我有时候也会跟大家去分享 我说可能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或者孤独 虽然我有一个哥哥陪伴的 虽然有时候会烦他或者是怎么样的事 对 亮起来你就勉强就凑合接受吧 然后可能对于大多数的独生子女爱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孤独 而且很多像我们一样单身的单身狗 对 没有女朋友 对 你也没有女朋友吗 我没有男朋友 你没有男朋友 这么大了还没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不是你吗 所以今天既然来了我们节目 该送点什么吧 很开心来到欧翔饭的次 然后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自己准备了十本我们的新书 千评版的新书 然后准备送给大家 哇 今天来了特别的嘉宾 礼物也升级了以前 就是做出名照 今天直接来轻人说 对 20个关于勇气 成长与爱的正能量 青春故事 就希望我们能够互相陪伴 彼此度过每一个难关 然后能够把你能够突破所有的迷茫和彷徨 找到更好的字 所以说只是想单纯地告诉大家 这一刻此时此刻我的感受和我经历过的故事 然后通过文字的方式隔空亲手来给你同名人的温暖 对还有余拥抱 还有余拥抱 那所以呢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在新浪微博上转发芒果TV的本期节目 同时呢at偶像万万岁 然后呢我们会随机抽取十名的幸运朋友来送出这十本书了 我一定不会私藏的 因为我已经有了 你有了 我有输了 最后几批90后马上要高考了耶 所以要不要给他们隔空传递一下 属于你们暖的一些小温馨提示呢 每人说一个吧 因为是暖男嘛 所以就我说了 然后 来吧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最后的阶段里面 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自己制定好良好的计划 学习计划 然后第二点就是找到自己最去需要查楼不去的地方 比如说有些公式可以套用的 语言作文呀 或者用语作文 或者是文宗的 因为我们是文课生嘛 文宗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大的提升空间 然后去尽快的去在这一方面下功夫下做文章 然后第三点就是坚持不懈 相信大家一定会成功 就像他们坚持不懈的爱女人一样 对就像坚持不懈的哥哥受贞一样 他之前140多斤这么胖 现在不也是 黑他一辈子的梗是吗 有一个一笔胖的时间 对他一笔胖的时间 就没有办法 就是 来哥哥用你的高智商回机回去 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并且在高考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也来说一个吧 就很多人会害怕高考 就觉得好怕去面对它 那其实呢 我觉得吧 这应该算是人生中最公平的一件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以后的这个时候上遇到更不公平的事情的话 应该怎么样去勇敢面对呢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正经的好的方法 那就是把卷子想象成你们喜欢那人的脸 比如说可以想象成院子文豪的脸 感觉我在雾人此地 这样可以轻松地去面对高考 所以呢 要再次祝大家能够考到自己喜欢的好的学校 然后呢 再开开心心地去读这一本 我们都一样 年轻朦朦朦 那也希望这本书可以大卖 谢谢 好啦 那今天的偶像万岁呢 就要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也想你的偶像来到我们节目呢 欢迎通过屏幕的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 拜拜